那么接下来呢 内置的 database Gong Circle的那个 内置包咱们已经讲完了基本使用是吧基本上都已经ok了 现在咱们讲一个第三方的酷啊叫sqlx 为什么要讲这个酷呢因为我们平常在公司在 开发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内置的sql 因为他 能用是能用但是不够灵活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 用的第三方的酷呢能够简化一些操作特别是查询的操作 简化的非常多 能够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那首先是安装安装还是gogat是吧 然后 发群 这种 ok 熊啊 真的是 这能撤回吗我是管理员吗 那么那么撤回吗 这 怎么可能 可以了这个啊 然后我们来装一下 就搞这些以后都没的啊 你看就你们这些人是吧 故意的把这个群搞得乌烟瘴气的然后别人都 是吧静音了 然后呢再发一些通知 同学都听不见 受不到啊 然后今天 这个所管的 港油来 来 来看一下啊他这个数据库他这个sqs这个数据库呢 这个包呢 他其实文档在这里面啊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个文档 他这个文档呢和看这里面有个db有没有啊 type db 对吧 还有什么这里面是有个begin 对吧beginx 还有什么呢 呃这里面有query query row 是吧 queryx 还有啊 各种其他的slag的什么 这些其实用法呢你看他这里面也有一些 肉啊 肉子啊 sstmt啊 都有啊 tx都有 就是他和我们他是兼容我们内置的标准库的 内置标准的那个sql 啊 我们这里面用sqlx的优势就是他查询的时候非常方便 啊 那我们怎么用呢 来我们先写一个例子 呃 干啥呢 这个啊 06 是吧 06 -sqlx 0.0.0 sqlx 好下载完了之后这不下载了下载完了之后我们给他导入一下哈 这肯定是不是也得装驱动啊 啊 好 然后 把这个写上啊 不是这个 这个 这是导入这个库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刚才的那个 记不住是吧 记不住啊 这个是吧把这个驱动 再放到这儿是吧 好 这个这样这样哈 因为我们下面没用到他是吧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导这是导入驱动 对吧 上面是不是导入一个内置的标准库 Database 杠 斜线 Circle 对吧 我们现在用这个sqlx是替代的谁呀 不是替代的驱动啊 是替代的我们内置的标准库替代的sql 如果我们之前是用sql点现在变成了 sql x点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是不是要连接啊 还是写个函数啊叫 init db 可以吧 然后呢他 他也支持sqlx里面他是兼容sql的 他好多用法都一样啊你写一个就行了比如说 挖一个什么呢 db 等一个什么 星 之前叫sql点大写的db现在变成了 sql点db 什么一样的啊只不过换了一个那个什么啊换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我们就是定一个他也是支持内置连接池的 对不对是一个 全局的 全局的数据库 连接 可以吧 然后他是也是连接池的啊内置连接池的 好吧那我initdb里面怎么办什么首先再写个dsn 是吧 dsn这些都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等一个 等一个啥呀等一个这个这个 你好是吧你写上root 冒号123456是吧密码然后at一个tcp 写上一个 127.0.0.1冒号3306是吧然后 写线叫咱们叫go test 然后我们要干什么sqlx点 这里面是不是要连接啊他这里面也有open也有什么也有ping也有open 但是我们用这个嘛叫那个connect 是吧 sql 然后下面是啥叫那个d dsn是吧 他在connect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点击去看一下啊 他里面是你看 是不是open呢 就是open open完了之后干什么 帮我拼命一下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干什么 直接 直接用connect就行了啊然后他会干什么是不是db 还有这个error 对吧 那我们这个电池 那个 error 然后下面 就干什么 if error 不等于neal 然后我们先打印一个 init db fail 然后error 是吧 直接返回来也可以是吧 我在下面处理是吧 在这里面是不是return一个 neal就行了 可以吧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调用一个 在主函数之前先调用一个init 是不是db 然后 if error不等于neal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打印一个错误提示就行了 init db fail 这就完了 那这就写完了 这个sqx 他比较简单首先是我直接是有connect的 他给你封装了一个方法不像我们之前 先要open 再要pink一下 好了再往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解释一个查询的操作吧 查询 查询的话这里面他用的是用了什么呢用了一个叫 查询单行的时候他用的叫get 注意了他这个比较 方便是在哪里的这个地方就体现出来了 提现出来这个查询的方便 那我们先干什么还是定义一个用来存放用户数据的这个 user这个结构体吧 好吧 发的 idid是个int 然后name是个 sql 是吧 然后还有个 age是吧 一个int 然后 这个没问题啊 写上故事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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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对应 最构体 user 好我们现在就是查询 写个 导书叫funk 叫query query 那么 在这里面就拿到这个 上面咱们是个叫db啊 db点 他这里面直接干什么 get 来我们看看这个get里面他放了什么 接收了几个参数啊 第一个叫d est 是吧是一个什么interface是一个任意类型的 第2个是query 他是一个string类型的 第3个是什么 args 他比我们原生的 sql sql这个库里面的那个查询号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dest 他其实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seqlg写到这 s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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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name age age from from user where id warn号 可以吧 然后我们下来干什么 就可以直接 在这里面 挖一个 eu 它是一个大写的u 可以吧 这个 然后在这里面get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干什么呢 把这个u传进去了 懂得解吧 然后再把这个sql语句传进去 再把这个什么 变量传进去 这样会有什么效果啊 是不是我现在查一栏数据之后我就直接干什么 是不是利用反射是不是都给你塞到这个 对应的这个结构体里面去了 是吧 能理解吧 但是你这个结构体到时候你这个id是不是可以叫别的名字 id叫这个 可以吧 name叫这个大写的 因为你要用反射是吧 咱们这里面是用这个 那怎么办呢你数据库里面怎么知道id字段对应他呀 name字段对应他呀 这里面是不是就用到tug tug就写个db吧 id把它变成小写了 这个地方叫 name字段对 那里面冒号 对对对 写错写错了 这里面是db冒号 这一定双一号 这写写对了 上面少了个双一号 再写这个这个结构方就是 db是吧 我在数据库里面用了他的 是不是叫一个 壁者 这个咱们自己写反射的例子的时候都用过这个 咱们当时叫ini 对吧 ini 这个写错了 好了 那db.get之后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 r 对吧 写上一个r ifr不得nil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查证错错了是吧 queryfail r v 是吧 -n 叫个换号封 可以吧 然后查询完了之后把这个用户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这个user 冒号 百分之后 净 号 v 然后-n user 可以吧 来我们看看啊 没交用 好 这个地方是 查询单条 查询单条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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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 row的代表这个 在中等中打开 go bill的 方式06是吧 诶 数据有没有出来 这不是一个打印的那个结构体吗你可以发现什么他这样查询比我们刚才写的那个查询 简单 简单太多了对吧他就直接把我查询的数据是干什么是不是直接给你扔到这个这个结构体里面去了是吧他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在调用scan 能力了 能力了 这个地方你取到数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链接就回收了啊这个用起来比较简单 查询多行呢 那就不复制啊就相当于我的结构体里面这个地方不就默认空值吗 这个意思吗 哎吵杰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来比如说我这个A值不查 可以吧 我A值不查的话那我印射到这个结构体里面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没找到这个A值对应的字段那这个地方不就是默认零值吗 相当于你对一个结构体 做出手画的时候 那你如果说不给他设置一个这个字段设置值的话 默认用的是不是就是默认的零值 类型零值啊 试一下 A值不就凉了吗默认零值吗 这个吧 好这是查询单条查询多条的 快为 快为 马腿吧 马腿 6 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那 sql 比如说我们要查一个 啊 sele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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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 大于个问号 这样的话我说id大于零的话能够查到数据库里目前所有的这个数据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查询的时候他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一个 user s 可以吧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是一个 user的一个slice 可以吧 这个这个能看懂吧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就可以 db 点是吧 这就他们一个叫slack的get是用来获取一条 slack的用来获取什么 多条啊 这里面就把这个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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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把这个变量传进去然后把这个sql str传进去再把这个id等进去 他返回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error是吧 error if error不等于6然后我们就打印一个 select fail的 error 可以吧最后我们打印一个什么呢 这个能打印吗 我循环一下了好吧 循环一下 说 啊 啊 这个吧 这个 有点是吧 一个 认字 有点子 然后 打印一下某一个具体的这个用户 可以吧 这不用说实话了 这不用说实话了就这样了 没掉用吧 看一下啊 对 狗不要的 然后 06 把数据库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查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询的时候 比我们刚才用那个原生的那个内置的库是不相当于高级太多了是吧 简单太多了啊这个地方他直接 支持用的这个 那这里面你要注意啊就是他为什么可以直接传一个指针进去就能够复值啊 这里面一定是用了咱们之前讲那个反摔的原理的时候你知道了对吧 他把你数据库里面拿到这个值之后怎么办是不是相当于去我的这个 这个类型他找到他类型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去找啊 一个字段一个字段去找 然后从数据库里面拿到这个值跟他对应上啊去复制的 这是这个 关于查询就是这么多啊关于插入和更新的这个地方我就不写了好吧我给你看简单看一个了 那这里面其实都是用什么db.exec都一样的啊都一样的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他也有拉斯的音色来的也有什么拉斯的 这个肉子啊都一样的删除数据的也是用exec都没有问题 事务操作这里面要注意哈事务操作呢他 那skyx里面提供了一个比根的x还有一个must exist的啊这个地方来简化错误处理啊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开启事务的时候呢我们调用的是 比根x 啊他也是得到一个tx 然后这里面往下看一个mass的一个exec这是什么意思啊 但凡是你看哈好多第三方包里面如果以must开头的 那其实都是什么呢如果出错了 就canic了 能力吧 这mustex 看这个文档 来找到这个mustexec是吧 看到这吧他有一个exec 咱们找一个db的吧 这个db类型里面有个 exec到哪里啊 这个是吧这个人哈你点击你看一下哈 哇这个地方 这能看代码吗 不能是吧 你看这个写主事了嘛 mass EFC Pynix 还能跳到这这么牛逼啊 我靠 这能点吗 不能啊你装一个插件能点 就是在github上装一个 有两个插件是可以点的哈 就是我给你写一个吧 在这啊 我们在这里面 sq 上面是吧 我在这里写一个哈 啊给他写一个吧 啊 pns lmo 哎我们这里面还是sq 呃叫他们什么来的sqlx是点 db啊 db 点有个叫开启事物叫b根是吧 他有一个 b根 这个b根呢他就是什么呢 他里面有个什么b根 txt是吧他其实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啊 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和我们之前内置的那个标准库里面的sql那个b根是一样的啊 兼容之前的那个他有个叫b根 x是吧b根x b根x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啊 嗯 他这里面调用db点b根 这个其实这个 你看啊 transaction and returns 他是吧 他是返回的是一个我sqlx里面的这个tx 对吧他不是我们什么 不是我们标准库里面那个sql的tx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说的是一个就是db 就是一个tx吧 tx是吧 然后tx是不是有一个叫 mast exec 对吧 他这个mast就是很多标准很多第三方的包里面他会某一些方法前面加了一个mast mast的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别人的代码比如说遇到mast的mast表什么 你点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来就是他里面调用这个这个这个函数啊 点进去看一下 这就是他的代码 对吧就是如果出错的话他就panic 懂得解吧就是你在看 不仅是这个sqlx这个包 在任何的其他的第三方包里面 大家通常来说如果你的一个方法名或者说一个函数名前面有一个mast 这个时候你一看就知道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报错了那我就会直接panic 那你把mast表示什么就必须要成效啊 就是这种 通常啊 带mast 我写什么 带 mast 一般他都名字里面带mast 一般 一般 一般那表示什么呢 出错就panic了啊 这是你看看多了别人的包里面啊 会有一个这个这个 老会看见这种 好我们来写下这个事物吧 写下一个事物来我看看我们的代码里面最具有个什么例子 嗯啊 同样还是那个update是吧 update 我们写什么 开启事物然后我们写上if arrow不等一个new然后 if if什么来着if tx是吧不等一个new 我们就直接tx.rawback 这是回滚 没问题 然后 return了 好再往下是 打算注释吧 plf 接上 呃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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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 pill r v -n 好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做一个sql语句啊sql1冒号等一个update user set age等一个 age 就是减 万号 然后 vr id 是吧 当一个万号 这是一个第一个sql语句那我执行这个sql语句的时候呢我正常来说是不是一个tx.exec 但是我这里面可以干什么是mustexec就写上什么呢sql1 然后传一个变量这个地方是个2这个地方是个1 可以吧 这个地方就是要么成功要么就punic了 就这个意思 再来个第2个语句 这还写错了这个也不用了就直接调用一个sql1然后执行一个什么呢执行的id是2然后这个地方是个4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后呢if 不用了就tx.exe commit就行了 commit 然后arrow 冒号给他 if arrow 然后我就写上一个 嗯 commit fail arrow 转号 v n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 啊 rollback 是吧 tx.rollback 然后这个地方是打印一个 两条 数据 更新 成功 可以吧 这个啊 把这个地方用重复成名啊 去掉了 可以吧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语句 transfer demo 用 可以吧 这个啊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数据库里面啊 豪杰是24是吧 赵凯是12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这个语句 go build 的 06 两条数据更新出工再来查询一次 就一个22一个10岁了 对吧 这个没问题啊 好 不是关于 诶 上面不要那个地下 老板 你看 他这里面是不是有MAS的吗 MAS只要PANIC之后他这个事物会自动打这个地方会有那个啥 如果我在这里演示一下哈把这个地方把它 嘿嘿嘿 不对不能这么写哈 那 就 那个 ID的地方改成什么事 还是写个2吧 是吧 嘿嘿 这中文就都来了是吧 太假了这个地方改成加吧 可以吧这样啊 这个语句是不是肯定有问题啊 我来看看哈 他就会 走到那个地方就会 这个MAS的一个 Sql 他就干什么了就那个 PANIC了 就PANIC了吗 PANIC是吧 只是说你的这个程序干什么 他就 就退出了是吧 看看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这一个22一个10 还是 没有变的 上面这个还是变不了的 只不过他这个是相当于是这种方式 还结束了 我们通常是 用这个什么用错报错的方式可能更友好一点吧 好再往下看就是什么呢是事务操作说完了没了吧 没了吧 注意事项这里面就是刚才也说过 你不同的Sql语句 不同的这个数据库 对应的Sql语句里面的站位符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的Sql语句里面通常就是问号 让你这个那个什么 PG是吧 PG这个数据库里面它是用的是个$加上一个数字 比如$1,$2,$3,$4,$5等等等等这种啊 Sql语句库里面用哪个都可以 Olico是用的是冒号这种方式 可以吧 咱们接下来演示一下